欢迎收看,我是小老师,佩宁家,我是数学 那在这个开始正式的进入排列组合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要先有一些准备的知识 如果我跟你说A等于3的话 那A小于2或A大于2是否成立呢? 圈还是差呢? 那这个答案是圈 或的话代表前面成立或者后面成立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说虽然A没有小于2 但是A有大于2 所以这是对的 那A小于等于3而且A大于等于3呢 这个是圈 因为你可以画这个数线 如果你小于等于3这是图实心 大于等于3这里还是图实心 那他们两个其实要而且就是要同时成立的话呢 是有的就是刚好这一点上面 就是A等于3的这一点 那如果说A小于3或A大于3呢 这是没有的 因为它既不小于3也不大于3 那A不等于3或A不等于5呢? 那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圈 因为A不等于5 那你就说或的话前面后面只要成立一个就可以了 A如果大于2小于等于6 它的反面叙述 那这里讲到反面叙述就是说 除了A之外的其他部分我们都要 所以说除了A之外的其他部分 A是在大于2或小于等于6 那其他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小于等于2或大于6 那注意你这个没有等号我2这里反而要有 你这个有等号我反而就不要有 就是说你的范围是在2到6之间 我们要反面叙述嘛 所以是往两头开 两头都可以接受 那班上学生最多只有10人及格的反面叙述 也就是说班上学生不是最多只有10人及格 那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说说看 那它的答案是不止10人及格 那也就是说重点是不要回答说最多只有10人不及格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班上到底及格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10人及格的反面不见得是10人不及格 因为我假如说班上30个学生的话 10人及格其实有20人不及格 那它并不是 所以它并不是说反面就把及格换不及格这样子 那是说只有10人及格 也就是说及格的人数是12345678910 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是可以从11开始往上 所以不止10人及格 你也可以说超过10人或者说怎么样 至少11人及格 可以吗? 那在这里下面就帮大家准备了这个中文上面的语意 如果你讲以下最多最多是包含这个10这一点 那它的反面就会变成是不止和超过 就不能讲最多的反面不是最少 这是重点 最多10人及格反面不是最少10人及格 为什么? 因为最多10人包含10人 最少10人也包含10人 那它这样就没有刚好反面的意思了 所以说最多10人及格 那反面要讲不止或超过10人及格 接着我们要介绍集合的概念 那我们用这一题就是一个经典的学测题来为大家展示 那这一题学测考过两次 就是考这题还有另外一题跟它有一点点像的 就是说重点不是放在复杂的计算上面 重点其实是放在对这个集合的想象 但是我这样讲你不要以为考的很简单 没有 就是说没有复杂的计算 但是有复杂的想象 你要能够对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推论的能力 某班45人 他说有35个有手机 24个有平板 考虑以下4个数值 A代表手机平板都有 B是有手机没平板 C是有平板没手机 诸事两者都没有 那4个选项有复选哪一些是一定成立的 在这个问题里 那这种问题它其实是要考你对于这个 我们讲文式图的使用 那你不见得说一定要文式图啦 只是如果你完全不画文式图却还是答对了 我只能说你的数学想象能力很好 也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个 有手机的跟有平板的 有一些会是在中间都有的 可以吗 那外面是都没有的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一块就是有手机没平板 有手机没平板是B 有平板没手机是C 手机平板都有的是A 诸事都没有过 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想象 那这个你可以按个暂停来看看自己能不能答对这个问题 那我这一题放在我们这个常规的集合的课程之前 也就是说我们集合一般会先介绍什么 元素啊集合啊 子集合啊 然后交集联集这些 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但是我们就先看这一题 因为其实你不需要会那么正式的知识 我们国中也用过文式图 然后其实大概都可以了解 重要的是想象 那这一题呢 它其实有一个切入点 就是说这个手机有25 手机有35人 平板有24人 然后某班45人 你会发现35加24是大过45的 也就是说它会诱导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那多的人跑哪去呢 就是重叠在这个手机也有平板也有的地方 到底重叠的部分有多少呢 这会取决于它两个圈圈到底靠多近 如果两个圈圈靠的越来越近的话 甚至你这个大圈圈把小圈圈吃掉 那这是重叠最多的情况 对不对 那重叠最少的情况呢 那就想说这个班上有男同学跟女同学 假如说男女其实这个关系很差 所以上课都不爱坐在一起 那但是因为教室很小啊 不得不只好坐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 尽量从旁边开始尽量不要碰到鼻子 然后教室中的空位都会几乎都被做光了 然后还是没有办法只好就是怎么样 有那种一张桌子两个位置 国小对不对 就还是有一些是一张桌子上有男有女的 不得已只好有一些这样有男有女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交叠最小的 就是我这两个圈圈闪到最边边 如果整整体空间够大 它可以完全不要嚼到啊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 35加24大于45 所以整体空间不够大 没有办法让你两个完全分开 那你就会发现说 所以我们算这个35加24 减45算出来的这个14 这个14它其实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说这边是手机 这边是平板 也就是说A在这张图里面 A是14 这是A的最小值 在这张图里的A是24 因为手机把平板全吃进去了 所以这是A的最大值 那同样的呢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不只是A最小 外面也最小 因为外面变0了 等于说所有人至少都有手机 或者有平板了 对不对 因为我刚讲 你要让A尽量小的话 尽量分开尽量分开 那还有空位就要尽量分开 所以就是会把空位都占满 那这个时候D也是最小值 是0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的D呢 就变成是最大值了 是45-35 是10 可以吗 我们这个14是用 刚才讲这个35 35加24-45得来的 好 好 那B呢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因为我整圈 A有手机的是35人 所以减掉14剩21 那你会发现怎么样 那因为B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它是35-A 所以A越小 B就越大 而C呢 C是 一样的道理 C是24-A 因为整个24是固定的 有平板24人是固定的 所以你重叠的越多 C升越小 所以C是24-A 那你自己 如果这个你要把它抄到笔记本上的话 像我都会 交完跟学生说 这个要抄到笔记本上 去 让自己在抄的时候 再推论一次 所以是10 24-14 也是它的最大值 那我刚才就说 你如果要把它抄到笔记本上 你怕下一次自己回来 不太清楚 这21怎么来的 或者是没有抓到 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在这里补一下 B等于 35-A C等于24-A 对不对 OK 那在这里呢 B是 35-24是11 是最小值 C是 0 也是最小值 除了我们在这边讨论它最大最小值的现象之外 还捕捉到一点 就是我们刚想象它从离的最远 慢慢慢慢靠近 最后终于整个吃进去了 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 A每多1 B就少1 因为B是35-A C也会少1 那同时D就多1 去想象它会这样子变动的 然后我们来看选项 A有没有一定比B大 那这里就看得到啦 B是21 A是14 所以第一个不选的 B有没有一直比C大呢 那你会发现因为B增加 B减少1 C也减少1 B在这里是比C多的 那么他们一起减少一起减少 其实结果B还是会比C多 所以B固定的一定会比C大是对的 然后C有没有一定比D大呢 这个时候有 但这个时候就没有 那B有没有一定比D大呢 其实B减少的时候D再增加 所以一开始B21 D是0 虽然B比较大 但是怎么讲 不见得B就一定会一直都比C大 比D大 因为B减少的时候D会增加 可是在这一题的话 因为即便D到了最大B到了最小 他都还是输给他 所以第四选项 B大于珠也还是选的 那这一题就是我们的学测题 所以说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就是学测对于集合这个单元的 出题的方向 不再有那么多的计算 那他会更重视就是说 你对于这些圈圈的想像 所以我们在正式讨论集合之前 先带大家看了这一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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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